标新立异 知道林 明顿是东晋时的佛教学者 本信官 陈留仁 他常与信安 王羲之等民事交往 喜欢谈玄理 对庄子也很有研究 庄子是战国时期 庄州所著的一部哲学著作 近代的相继曾为庄子做著 没有完成就死了 国相继续他的工作 完成了著事 后来人们都引用郭相和相绣所做的著 逍遥游是庄子中的第一篇 也是一个难点 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 深入钻研体会这篇文章的道理 都没有能够超出郭相相绣的见解 有一次知道林在洛阳白马寺 同太守护国将军冯淮一起聊天 谈到逍遥游 知道林说出了一个新的道理 大大高于郭相相绣的解释 树立了一种新的见解 超出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认识 知道林所做的分析见解 都是那些著名学者苦苦搜求思索 没有能够解决的 后来人们就吸收了知道林的意见 来解释逍遥游 这则故事中的标新和利益 就组成了成语 标新利益 意思源指独创新意 利论与众不同 后来多指提出新奇的主张 创造新奇的样式 有时带贬义 只另搞一套